最近世界杯分战赛10米跳台决赛的赛事已经结束 陈玉希凭借稳定的发挥打败队友全红蝉夺得冠军 刚开年就夺得2024年个人项目第一个冠军 本身陈玉希的成绩是非常不错和突出的 然而,从最近世界泳帘和奥林匹克官方的最新消息来看 对比陈玉希,全红蝉受到的关注度无疑更加高 就在最近晚上8点有媒体人透露 日前奥林匹克官方账号在国外设媒特意点名表扬全红蝉 还晒出她在东京奥运会的高光时刻惊艳表现 对比陈玉希,红姐这次获得的关注度和认可无疑非常高 还记得在之前的决赛结束之后 首先世界泳帘点赞了全红蝉的满分表现 这次奥林匹克官微又接着发声 在他们的官方账号中特别回顾全红蝉的奥运夺冠时刻 真是排面拉满 从中可以看得出来 红姐不愧是世界体坛的蝉儿 到哪里都备受瞩目 在这次官方晒出的视频中 奥林匹克官微剪辑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合集 回顾当年14岁的全红蝉 是如何凭借着超好的表现 在东京奥运会一战风神的 当年全红蝉本身是赶鸭子上架 临时鸭绍进入国家队参与集训 在此之前 她都没有参加过市井赛那些重要的大赛 外界也并没有把焦点放在红姐身上 结果出生牛独不怕虎 全红蝉恰恰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心态 拿到三跳满分 以及总分466.2的高分 最终强势夺得奥运会的金牌 让全世界都为之瞩目 难怪奥委会时隔这么多年之后 还不忘胜赞全红蝉这么好的表现 红姐如此惊艳的成绩 放眼整个跳水体坛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的 要知道 在最新落下帷幕的世界杯决赛中 陈玉希虽然夺得冠军 但是她对比全红蝉奥运会 夺得金牌的总分差了几十分 从中就可以看到 全红蝉当年夺得金牌的含金量 是非常吓人的 在这里要恭喜红姐 再度获得了外界的认可 如此看来 之前还有粉丝担心 红姐丢冠会丧失信心 不利于巴黎奥运争冠 根本是多此一举 红姐完全具备 再度在巴黎奥运会夺冠的实力的 虽然从近两年的世界大赛的比赛成绩来看 陈玉希比红姐的成绩要更加好 夺得世界冠军次数更加多 但是从奥运会 亚运会这种重要大赛的表现来看 其实红姐的发挥要更加稳定 也更加出彩 常常有一鸣惊人的表现 所以对于所有喜欢红姐的粉丝来说 有点暧昧的 赛赛丢掉冠军 全红禅依旧胜券在握